要再讲两种 这两种讲完就没有了 请看 第25页 25页上面是443节 这一节里面是讲 I wish 讲完这个条件句 接着就要讲这两个字 I wish 这个wish当一个愿望来讲 这个愿望通常有这个味道 是不能达成的愿望 很渺茫的愿望 都要用这个wish 这个字当动词也可以 当名词也可以 这里就是动词 I wish 我愿望 我希望 我们在过生日的时候 别人给你买一个蛋糕 蛋糕上插上多少蜡烛 这个蜡烛要你吹熄以前 人家给你唱歌 Happy Burst都唱完了 这个时候要你把这个蜡烛吹掉 吹掉以前呢 在美国大家就会讲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那就是许个愿 中国话呢 现在这个wish呢 在这个make a wish里面 这三个字里面 那个wish变成名词了 所以你记到啊 许个愿 英文呢 就叫make a wish 这个时候 你口中啊 就要念念有词 念一下 然后再开始吹 如果一口气 就把它吹息的话 你这个愿望 就很容易达成了 好 这是 把这个wish这个字 简单的再给各位多说一点它的用处 现在我们所讲的443节呢 讲的是I wish 两个用法中间的第一个 所以上面写个一 这第一种呢 I wish呢 就是说 说明现在或者是未来呀 无法达成的愿望 这个时候 你心里面有个愿望 可是这个愿望啊 没有办法达成 那所以呢 你就用这个I wish 放在前面来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 中国话呢 翻译的时候 我们通常啊 不把它翻成 我希望 我愿望 我们都把它翻 但愿如何 那么就有一点 不能实现 不可能的味道 还有呢 中国话 尤其是北方人 喜欢巴不得怎么样 我巴不得 她是我的太太 可是她不是 这么好的女孩子 那么有的时候 一句话讲完了 该多好 我要是有一百万块钱 该多好 哎 这个该多好 你一听啊 中国话就知道 这个事情啊 是假的 不能实现的 我要是有一百万 该多好 你有一百万 买这么漂亮的房子 我要是有该多好 那这个该多好呢 英文呢 就用一个头啊 I wish 就可以了 不过 这个I wish的后面 你看下面呢 这个公式 I wish的后面呢 它接上去的 就是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 假设句 要这样子的 前面我们讲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 条件句的第二种的语法 那就是 B动词都用war 其他别的动词 都用过去式 你看还是 同样的一个用法 所以各位呢 学完了条件句 就学这个I wish 比较容易懂 刚刚用过的东西 这个If I were 就是现在不可能的 我假设我可能 假若我是美国的总统 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If I were 假若我有一百万块钱 这个有字要用过去式 If I had 现在不要用if了 If I were If I had 都不行 要用 I wish I were I wish I had 你如果 会这样子的格式 你就懂了 好 下面第一个例句 I wish I wish I were I wish I was 但愿 我是一只鸟 一个人 怎么能是鸟呢 你想变也变不成 男人变女人呢 还有几千万几万万人里面有这么一个 现在你要想变个鸟还没有 是不是 所以这不可能 对吧 中国话就是讲 但愿我是一只鸟 巴不得我是一只鸟 我要是一只鸟该夺好 都可以啊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I wish 你不要照这个格式来讲 你就讲 我要是一只鸟该夺好 就可以了 那你不要讲 我希望我愿望都不好 I wish I were a bird 这个I were 从前学过 一听就知道这是假的 第二句话 I wish Mary were here 要是玛丽现在在这里该夺好 那再提醒你一句 这个Wall它是一个过去式 我们讲的是与现在事实不相复合的 所以我就讲啊 但愿玛丽现在在这里该夺好 没有这个现在这个字的写出来 没写出来 我也知道 这是讲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大家开会 正好是输手无策的时候 可是玛丽不在这里 玛丽这个人呢 诸智多谋啊 他什么都会想出来一些好的点子 哎呀 玛丽要是现在再该夺好 所以这只中国话就是这么翻 玛丽现在要再该夺好啊 我们巴不得玛丽在这里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现在开会的时候 就在这个会场上就讲这句话 I wish Mary were here 第三 I wish I had a million dollars 前面讲过 I wish的后面 如果是没有这个东西 希望有的话 那就要用过去式的动词 用I had a million dollars 我要是有一百万块钱 该多好 第四 I wish I could speak five languages 我要是会讲五种语言 该多好 那我就到联合国去做事了 一个人会讲五种语言 那是很难的 因为学一种语言 就相当困难 I wish I could 现在这个could这个字 那就是can那个字的过去式 也是用的过去式 第五 He wishes 对 不一定每一次都讲I wish 也可以讲 He wishes that he could fly 他希望他这个做梦 梦想他要是能飞该多好 他说是他能飞该多好 他巴不得能飞 一个人能飞啊 恐怕不知道到什么年月了 这里呢 说接的后面有个Z 上面的句子里面都可以用一个that 这个that接上去 后面呢 就叫做名词的子句 我们将来要讲名词子句的时候 这件事情还要重讲一遍 那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学了一个条文呢 在我们的747条里面呢 有的时候还会讲到两遍 还会讲到三遍 有的时候这个字 在形容词讲一次 来走到了代名词又讲一次 现在在这一个I wish 这种条件句里面讲一次 将来到了个名词子句里面 再讲一次 这是常常会有的现象 第六 He wishes他但愿 everyday 他每天做这个梦 但愿都是做梦 什么呢 that he were a billionaire 他天天在做梦 他要是一个亿万富翁该多好 第七 Can you use a computer 你会不会用电脑啊 这个计算机你会不会用啊 Can you use a computer 这个人回答 No I can't 不 电脑这么样子流行 我现在都不会用电脑 可是后面加一句 I wish I could 常常这么讲 I wish I could 这四个字经常听见 中国话讲啊 我要是会该多好 就是这个意思 I wish I could 我常常跟我的美国朋友讲 我说你看 我们这一个在一起啊 聊天呢 用中国话 你这一个老外在这里啊 怪不舒服的啊 你要是这个会讲中文该多好 那这个人他就这个美国朋友 他讲 Yes I wish I could 是的 我要是会该多好 所以呢 这四个字经常连在一起用 I wish I could 我那个美国朋友回答的时候 他用这四个字 意思就是说 我要是会讲中国话该多好 I wish I could 好 下面我们就讲第八组了 第八组就是 Can sue dance sue这个女孩子会不会跳舞啊 Can sue dance No she can't 不 她不会 She wishes she could 她要是会该多好 她但愿她会 她巴不得会的 She wishes she could 下面再加上一句 If she could dance 假如她会跳舞的话 She would go dancing with her boyfriend every night 这个人也太疯狂了 如果她会跳舞 她每天晚上就要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去跳舞 这一句话是我们从前学过的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句 那条件句 假如她会的话 事实她不会 她就要每天晚上去跳舞 事实上她现在没有每天晚上去跳舞 说这都是假的 一定要用这种格式 第九组 I wish my son didn't want to be a fireman Fireman就是救火队员 消防队员叫做fireman 我的儿子想要去做这个消防队员 已经去报名考试了 大概是 身体又好 一定会考及格 我真是怕他去救火 我的儿子要是不去做一个消防队员 该多好 这句话这么翻的 I wish my son didn't want to 他现在天天想要做 didn't want to 这是一个过去式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不是过去就做了 还是讲的 现在天天想去做消防队员 可能是已经报名了 第十 I wish that my landlord 我但愿我的房东 warrant going to raise the rent next month 他不会要提高这个房租 就是raise the rent next month 下个月 但愿我的房东下个月 不要提高房租 可是呢 他正要提高房租 昨天已经打电话来了 他说 下个月的房租要涨价了 现在房市很好 大家都要急着买房子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 用这一种过去里的未来式 warrant going to 因为going to是个将来式 warrant going to 本来是 is going to 变来的 他是打算好了 要下个月涨房钱的 可能是电话都打过了 都告诉我们了 要涨房钱的 只是正式的通知单还没来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讲这个话 要是不涨房钱 该多好 好 下面我们再看 下一页 有一个exercise 这个26页上面的exercise 就专门呢 做这个练习 但愿怎么样 要是怎么样 该多好 好 下面的题目 告诉各位是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请你完成啊 下面这些句子 下面这些句子啊 后面一半都没有写完呢 请你把它写出来 你看了前面一半 后面一半呢 大概大家写的都 差不了多少 第一句话 Alice doesn't sing well Alice这个女孩子 唱歌唱得不好 doesn't sing well she wishes 她但愿 她能够唱得好 这个可以两种说法 she wishes that she sang well sang就是 sing的过去是 sang 那么用这个也可以 那如果是 不用这个sang well 用一个could也可以 could变成过去是了 后面再接上动词啊 你千万不要再用sang sang 他又要回来 回到现在是sing 所以第二个答案呢 就是说 she wishes that she could sing well 这两句话 后面呢 都是过去是 she could sing well 是过去是 she sang well 也是过去是 只要是 后面是个 动词的过去是 就对了 所以这两个答案都对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也可以有两个答案 I don't speak English well 我的英文讲不好 后面就是 我要是英文讲得好 该多好 I wish I could speak English well I could 又用could could的后面用speak 但是你也可以用 speak的过去是 不用could I wish I spoke English well 两种都可以 第三 Mrs. Wong talks too much 这个王太太啊 太爱讲话了 讲个不停 喋喋不休啊 每天在家里 这个先生受不了了 后面讲 her husband wishes 他的先生啊 但愿他能够 that she talked less talked less 少讲点话 也可以用 that she didn't talk so much 那也可以 他wishes that she didn't talk so much 那didn't talk也是过去式 所以各位要会做这个过去式的话 这里的句子怎么 每一个都有两种做法 好 第四 Mr. and Mrs. Sun 孙先生孙太太 have a very small house 他们有一个小房子 当然他们希望有个大房子 they wish that they had a large house 对 这个字有一个答案了 they wish they had a large house 第五 Dr. Webb has too many patients Web 医生啊 有太多的病人了 一个医生看病人看太多了 看得到太累了 所以他希望有少一点的病人 she wishes that he had 用had he wishes that he had less less这个字不常用 我把它拼一下 是过去学这个比较机的时候学过的 LESS LESS的就是little 那这个字的比较机 少啊又小啊 这个比较机就是less LESS LESS是比较少一点的 patients 就是说 she wishes that he had he wishes that he had less patients 这句话又有两个答案 也可以讲 he wishes that he didn't have too many patients 他没有太多的病人就好了 第六 English is not an easy language 英文呢 不是一个容易的语言 English is not an easy language Diana wishes 有一位 Diana小姐呢 她但愿 但愿英文是个容易的一个language 就好了 那怎么讲 Diana wishes that the English war 要用war an easy language 就好了 English war an easy language 事实上呢 English is not an easy language 所以这个Diana 虽然是刚一学英文 她学得不错 可是呢 她还认为英文再容易一点 那就学得更快了 好 下面我们就看 444节 讲到 I wish 第二种 我看 是